直到看到江爷爷重新回来上班的第二天 就已经能开开心心 陪着姐妹俩玩耍时 我才明白 宝家成员的情绪 对江爷爷来说 有多重要 而江爷爷 这开心且有活力的样子 让园区也一下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江爷爷与宋爷爷的性格不同 江爷爷对于自己内心的情感 不会挂于脸上 就算当时江爷爷背负着母亲去世的伤痛 但当来到中国时 江爷爷一路上 也没有流露出一个不开心或难过的表情 所有的依依和媒体 在给江爷爷拍摄视频或合影时 江爷爷都是笑脸相迎 没有过冷脸 直到最后回国去机场的路上 遇到粉丝朋友依旧是热情有加 而宋爷爷则是不容易将感情藏于心里 是一个感性的人 每个人流露感情的方式不同 不过这都不影响爷爷们对朋友